那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就开始 我们今天下午这个议题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参与这个 这个Vocano的这个Mantainer 这个Track这个议题 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来自华为云云员生团队 然后呢是这个Vocano的Mantainer 同时呢我们这个个人的话 我也把这个Vocano这么一个开源项目 应用到了这个华为云的各种的这个云服务 比如说我们的托管式的KVS CCE 以及我们Servlist的平台 以及我们华为云的端到端的这个AI服务 以及华为云的一些中端云的一些服务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也基于Vocano去构建了 这个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混布系统 我们的FenOps体系等等 那今天下午这个议题呢 主要是从这四个方面来更新一下 就是Vocano在过去半年到一年 的一些新的一些特性 以及我们做的一些新的一些 各方面的一些提升 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是 Share一下就是我们几个比较典型的一些用户的一些案例 最后的话大概会更新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社区层面 我们做了哪些新的一些改进 那首先我那个简单那个问一下 就是第一次参加或者是了解Vocano这个项目的 可以举个手 那还是挺多的 那我简单介绍一下Vocano这么一个开源项目 Vocano这个开源项目的话是在2019年 然后我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主要是做AI和大数据的 然后呢我们是希望把传统的一些 AI以及大数据的一些应用搬迁到这个Cubernetes的这个生态上面 当然我们早期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一些挑战和困难 比如说这个我们知道这个Cubernetes本身 其实早期是为微服务去设计的 所以说在AI以及大数据上面的话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功能以及性能的一些gap 比如说像AI里面它需要很多一些调度策略 它的这个job内部的pod之间需要去做一些数据的一些交互 和微服务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时候呢它就需要一些基础的一些阻调度啊 这样的一些能力 那像这个大数据的话 它其实提交一个在Cubernetes上面提交一个job 它的规模经常是非常大的 比如说在我们的内部用户里面 我们会发现它提交一个sparkjob里面可能会有2000多个pod 这个2000多个pod对于这个和微服务这个特征 也是非常不一样 它对于tunt有比较高的一个要求 那我们去跑一些hpc的应用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对于从pod的创建到这个pod的调度完成 到节点上面容器拉起 最终它的数据返回 它整个端到端的实验要求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不同的业务特征 它对于Kubernetes平台的在调度层面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在这里面的话 就针对于这个大数据以及AI 提供了一些功能以及性能的优化 总结来讲的话主要包含下面的五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 我们其实增加了一些通用的一些batch里的一些API 比如说podgroup 比如说queue 比如说job 三个关键的一些API 去帮助用户去比较好的 把它的业务迁到Kubernetes上面 这是一些基本的一些能力 那第二块的话就是增加了一些 高阶的一些调度策略 资源竞争的问题导致这个大作业或小作业饿死 提供了这些SRA的一些调度策略 以及抢占功能以及backfill等等这样的一些调度策略 去满足大部分场景下面的一些调度诉求 同时呢我们其实在这里面提供了一个 我看到的一个scheduler framework 它相对于这个上游社区的这个scheduler framework的话 它在扩展性上面做了一些更多的增强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调度这个领域里面 其实不同的场景 它对这个定制化的需求是非常高的 所以在可扩展性上面做了一些增强 第三块的话是对于这个作业生命周期的管理 进行了一些完善 比如说我们去跑一个这个MPI的任务的时候 那我们怎么去评估一个MPI的job它完成了呢 我们会定义很多策略 比如说在一个job内部 它关键性的这个角色的pod 它如果完成了 我们认为这个作业就完成了 如果说关键性的这个pod 它如果失败了 我们可能会做一些重新的这个整个job的一个restart 那所有的这些策略呢 就帮助你去使用的时候 比如说在晚上训练的时候 如果训练的时候你突然出现了一些 比如说网络故障呀 或者是你的整个训练的pod 如果失败了 我们会去做一些自动的一些拉起 或者是自动的把这个job停掉 把这个资源腾让出来 去运行一些新的一些训练任务 那整个过程是不需要去管理员 或者是用户去做一些人工的介入 那第四块的话就是关于这个资源管理 资源管理这块的话 其实我们也借鉴了传统的像 Slam以及像这个ER这些系统里面的一些 一些比较典型的一些 比如说对列的对列 通过对列去支持多租户场景下面的一些资源共享 那这些能力的话 其实是相对于这个KPAS本身提供的 Names Base以及Resource Quota 它可以在多租户的场景下面 把你的资源使用的这个使用的效率提升 另外的话对于南向的一些易购硬件 像我们现在除了GPU之外 其实我们其实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的一些硬件 像这个NPU啊昆仑啊等等 作为一个社区项目 我们希望兼容更多的一些易购的一些算力 易购的一些卡 那最后一块的话主要是性能提升 这个性能提升的话 其实在KPAS里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像我们其实在对于这个大数据来讲 它对于吞吐性能要求非常高的时候 那我们在业务迁到KPAS以后呢 你会发现它的吞吐和HadoopER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一个gap 这块的话我们整个性能提升 从这个不只是schedule的层面 比如说在APS server去创建POD的时候 要做一些优化 在容器镜像拉起的时候要做一些优化 同时在整个容器去构建它的网络的时候 也要做一些优化 这块的优化呢其实不止在 我开的这么一个项目里面 我们也是联合上游的KPAS 以及container runtime等各个开源的项目 去做联合的一个优化 去帮助这个 你在cobernets上面去跑这个 计算力任务的时候 整个性能的更好 那在这里面的红色的字体呢 是我们新增加的一些组件 那这些组件呢 我们最近的更新的话 是里面增加了一个jobflow 以及我开的agent 我kindle agent的话 会在10月份就会 这个组件就会开放出来 jobflow这个 这是我们一会儿会介绍 是我们一个新的一个子项目 就是我们 这个和博云的一些贡献者 联合 联合发布了这个jobflow 这么一个开源的一个子项目 那其实 最开始的一个初衷呢 也非常简单 就是说 我们发现其实我们使用了很多的一些 像argo呀 airflow呀 等这样的一些工作流编排的一些工具 但是呢 真正的到用户的生产环境里面 我们发现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gap 然后我们发现这些gap 其实在像argo 以及airflow这些workflow的一些 开源项目里面 其实不是他们的一些 未来规划的一些路线 所以我们开源了 这么一个子项目 在后边我会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所以从这里面呢 我们看到说我们创建了一个 关键的大概四个CRD 同时呢我们增加了一些controller 去做一些 比如说这个作业功能的增强 实现了一个 实现了一个scheduler 同时呢 实现了一个dscheduler 我看到agent呢 是我们想在节点上面 去对于资源的kios做一些控制 开放了一个新的一些组件 那我们来看一下 大概就是我看到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历程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第一个版本里面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是提供了关键的 像三个API Q Potgroup 以及Job 提供一些通用的一些批量计算的一些能力 在第二步的时候 我们发现其实 我们要结合很多AI 以及大数据的一些场景 去做一些优化 所以在这里面 首先呢 对于笔项的一些生态 进行的一些集成 比如说像这个 早期的一些Cubeflow Spark Operator Flink Operator Ago Chromewell等等 笔项的生态 进行一些集成 这样的话 其实如果说你用Cubeflow 你可能经过简单的一个或两个参数的配置 就可以把5K 整个给运行起来 把基本的一些调度能力都能够使用起来 那第二块的话 就是我们也参与到这个 除了Spark Operator之外呢 我们也参与到了Spark社区的一个 和5K的一个集成 比如说我们Spark 其实它在Spark 2.3的时候 其实已经支持KBS了 但是呢它支持的是最基础的 就是Po的 Po的级别的一些调度 就是它调度的作业的时候 是一个Po 来一个Po的调度一个Po的 那它对于整个作业的维度是不感知的 所以它会出现一些 资源竞争 以及这个 这个 思索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在Spark社区里面 也把5K的集成进去 然后支持这Batch里的一些调度能力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针对于大数据 以及AI的场景做了一些 比如说Resource Reservation 以及这个任务拓扑感知 这些调度能力 以及一些性能的提升 比如说我们在调度里面 其实比较是瓶颈的是 比如说当我这个调度器 做完角色之后 去API Server去做绑定的时候 这个API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也很大的一个瓶颈 所以我们其实提供了一些 比如说BatchBound的这么一些 增强型的一些API 一次可以绑定几百个 或者上千个这样的一个Po的 第三块的话 就是第三步的话 其实我们发现 其实我们很多社区的用户区 会抱怨说 在我的一个集群里面 我要装好多Optrator 比如说它要 因为其实比如说PyTouch 以及TensorFlow 它每一个训练框架 都有自己的优势以及特点 很多时候他们 都会几个框架都会用到 但是每个Optrator 它对于整个作业管理的 一些维护其实不一样的 所以就会导致说 他们的维护成本是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的话 我们通过Working the Job 这么一个CRD 一个Optrator 去统一地去支持PyTouch MPI 以及TensorFlow 这样的话 简化用户的一些 运维的一些压力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里面的话 增加了很多一些 比如说刚才说的一些Policy 让你在训练的时候 更轻松 然后呢 更自动化 那我们现在其实发展到 第四个阶段 就是我们 在我Kano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其实 前期更多的是 构筑一些 通用的一些调度能力 我们目前的话 主要针对一些用户的场景 比如说 现在的AIGC大模型的 这些场景里面 怎么样去帮他们解决 四个最核心的问题 第一个是性能 第二个是 大模型训练的一些成本 第三个是 在大模型训练里面 它的一个稳定性 我们发现 其实大模型训练的过程中 每天它都会有很多次的 这种各种各样的一些故障 比如说网络故障呀 GPU卡坏了呀等等 这个故障率目前是非常高的 那第四块的话 我们是 也是希望 就是针对于大模型的 这个业务的场景 做一些软硬协同 这样的一些能力 那另外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结合 整个业界 最近尤其是国内 最近一两年 很多用户都在进行一些 降本增效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这里面会做一些 比如说在线离线 混布的一些系统呀 去帮助用户 把这个在线离线业务 可以混布到一个机器里面 这样的话 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可以降低用户的一些使用成本 下面的话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最新发布的版本里面的一些新的特性 那第一个特性的话 就是关于 GPU虚拟化 GPU虚拟化的一些 一些调度以及管理的能力 其实我看到在比较早期的时候 就支持了这个GPU sharing 就是GPU的一些共享 但是呢 我们第一个版本的共享 只是在调度层面进行一些共享 比如说我可以把多个容器 去调度到一个节点上面 去共享使用一个GPU卡 但是我们早期的版本里面 没有支持这个显存的隔离 就会出现说 如果说是节点上面 很多个容器都在使用一个卡的时候 就会出现OM 在这个版本里面 我们就增强了一些隔离能力 那这个隔离能力的话 其实是通过这个 在CUDA层面进行一些 CUDA driver API的一些 一些流量的一些代理 去解决这么一个问题 那我们其实怎么讲的 就是在GPU虚拟化这个方面的话 其实业界的方案其实挺多的 包括英伟达本身也提供了一些方案 比如说MIG 以及像MPS等等 各种各样的一些虚拟化的一些方式 但是我们也发现其实 每一种虚拟化的方式 都有自己的一个优缺点 比如说MIG 其实在国内目前使用的用户 不是特别多 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不能说这个问题 就是说比较大的一个限制 就是说它最多一块卡 只能虚拟出七块卡 这个力度还是有点粗的 那第二块的话 就是我们各个厂商也提供了一项 驱动层面的一些虚拟化 它的隔离能力是比较好的 但是它的一个限制就是说 我每次要去支持一个新的驱动 然后再要改kernel 它的周期会比较长 那在CUDA层面的一些隔离的话 它就会比较快一些 就是我们比较轻松的 可能这个整个开发迭代的周期比较短 但是它的一个限制就是说 每出一个新的CUDA版本 可能我们都要去适配 就每一种方式都有它的一个优点和缺点 那我们社区层面的话 我们是从这个采用CUDA这种方式呢 我们觉得更轻量 然后呢迭代更快 能更及时的能够满足这个 我们社区用户的一些需求 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同时也做了一些refactor 就是我们把这个 我开头里面对于 异构资源的一些管理 以及调度做了一些抽象 我们以前只支持GPU 通过这个抽象之后 我们在后期的版本里面 去支持FPGA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 异构算力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容易 另外的话 在这个版本里面 我们支持的这个 比如说你在申请显存的时候 可以指定 比如说这里面的3000M 在后期的版本里面 还支持另外一种配置方式 比如说这种 可以指定这种percentage 就是比如说我选择申请 这个两块虚拟的GPU卡 然后每块使用20% 可以这个更灵活一些 另外的话 对于这个算力的一些共享的话 算力的隔离的话 我们目前这个第一个版本的话 是不支持的 在下一个版本里面 也会支持这个算力的隔离 这是一个例子 在左边的这个压谋里面 我们看这是一个po的 那它的request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它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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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buntu container的这个 这个container 它申请的是 vGPU number 两块虚拟的GPU卡 每块卡的显存 申请是200M 然后 下面的这个 Ubuntu container1 它的request 它的request也是两块 申请两块VGPU卡 然后显存的是3000M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Coop CTR的命令去 进入到这个容器里面 我们能看到说 它的显存的上限呢 已经被限制到了 2000M和3000M 这是我们最新发布的 1.8版本里面 带的最大的一个特性 这个特性呢 也是我们 VGPU社区和第四范市 然后联合这个 贡献的一个特性 第二个特性呢 是刚才也提到了 关于工作流编排 我们知道 其实 在很多一些场景下面 比如说一些生物制药 或者是在 做一些这个转码 这样的一些场景里面 它的一个任务 任务执行师 是一连串的一些工作流 比如说是通过多个Job 联合在一起 完成整个这个任务 不同的Job之间 它会有一些依赖关系 那这个依赖关系 有的时候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这个例子里面 它的这个 A运行完了之后 再运行C 然后C任务运行完了之后 它有一个判断条件 这个判断条件 结果如果是Yes的话 它会走E这条路径 如果是No的话 就会走F这条路径 那这个语义呢 我们如果通过Argo 或者其他的一些 工作流编排的一些软件 是实现不了的 同时呢 这个A和C 它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描述的比较复杂 比如说是 A启动完了之后 就可以启动C呢 还是A运行完成之后 才可以启动C这个Po的 这些都是 这个Worker Flow Job Flow里面 它可以解决的问题 那Job Flow的话 它是一个 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轻量级的 多个Job编排的一个工具 它可以支持 大规模的一些 大规模场景的一些 大规模场景下面的一些 作业的一些编排 尤其是针对于 我看的Job 另外的话 它会支持一些 自动化的一些 运行的一些策略 有点像我们 社区的一些Chrome Job 你进行一些 非常丰富的一些配置 配置完了之后 不需要人工干预 它可以自动地去 控制你整个Flow 另外的话就是 我们能看到 右下角这个组件里面 我们在关于这个特性 我们增加了两个CRD 一个是Job Flow 一个是Job Flow Template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一个例子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看到A的Job 完成了之后 可以运行B 然后I的Job 只要运行起来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 启动J这个Job 然后除了这种关系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 比如说G的Job 它必须是Hire 就是我们会检测 它的一个健康状况 它如果是健康的话 我们会把H的这个Job 启动起来 那H和E的这个Job 我们会执行完了之后 我们会看 这个目录下面这个 Data.npy的这个文件 存不存在 再去决定说执行 执行这个F这个Job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常见的一个 在很多场景下面 尤其是像传统的一些 做这个科学计算的场景下面 非常通用的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 一个Workflow的一个类子 在这里面 它我们通过Jobflow template 去定义我这个 我这个Job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 它使用的什么container 它的request 以及它的staters等等 那Jobflow呢 里面就定义了 不同的Job之间的一些依赖关系 比如说这里面定义的 B的这个Job 它会依赖于这个 它会依赖于A 然后C 这个Job它会依赖于B 通过这么一个定义 就可以自动的把这个Jobflow 给运行起来 这也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在Cubeflow 去做训练和推理的时候 其实一个非常基础的一个流程 前期的数据 拿到数据之后 进行数据的一些 清洗啊 切分啊 归一啊 等等 然后呢 再进行一些数据的 数据的一些预处理 预处理完了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训练 训练完之后 得到一个模型 再去做一些推理 那整个这个过程 它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workflow 在Cubeflow里面 它有自己的 Pipeline的管理方式 它可以轻松地 把这个管理起来 那么通过这个Jobflow 也可以 也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编排 把整个 整个这个workflow 给串联起来 其实这样的例子 在这个生物医药 以及各种像 那个天气预测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 传统的一些科学计算里面 是非常常见的 另外的话 我们在1.8的版本里面 做了一些 很多的一些更新 然后我这里面 大概列出了一部分 比较有代表性的 首先呢 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更新 就是说 我们针对于微服 以前我们其实讲 worknow其实发布了 到目前为止 发布了大版本加小版本 已经20多个版本 其实我们强调的 更多的是AI和大数据 但是最近几年 我们发现 其实在国内 我们很多的一些用户 把AI和大数据 它的集群 它希望 和一些微服务的集群 进行一些混布 这个时候就面临一个 面临一个技术选行 就是说 我一个集群里面 会运行多个调度器 虽然说我们的KBIS 是支持 MatiScheduler 但是呢 当你的吞吐比较高的时候 两个 多个同时调度器 它们的 其实资源视图是 是一致的 就会导致说 多个调度器 可能同时在一个 node上面去分配资源 这个并发度高的时候 你会出现 有些绑定的失败的一些情况 所以说我们 自己是希望说 能够把集群内部的 调度器 能够做一些皈依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对于这个 我开了的Scheduler 对于微服 进行了一些 很多的一些增强 对于比如说 有一些非常老的一些 微服的一些 一些插件 我们也进行了 比如说这里面的 node volume limits 以及这个volume zone 等这些 这些特性 我们都进行了一些 兼容以及集成 以及大规模的一些测试 那第二块的话 是关于 一些非常这个 一些corner case 比如说这里面的 提到的 比如说 你在做训练的时候 用户不小心 把device plugin给卸载了 或者在升级的时候 device plugin 因为它 可能代码写的 不是特别好 它升级的时候 失败了 那这个时候 调度器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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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忍性 这个 有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在这个 在1.8的版本里 也进行了一些增强 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之前的版本里面 支持了一个 关于 节点真实 负载 调度的一些能力 以及重调度的能力 当时我们只支持这个 普罗米修斯 我们有一些 这个IoT的一些用户 他们的系统里面 用的比较多的是 ERK 所以我们也对于这个 ERK的这个监控系统 也进行了一些对接 再往下的话是 我们对于这个 比像的一些生态 像现在用的比较多的 Ray 这么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些集成 再通过 我Kano提供的一些 调度能力 可以解决 Ray Cluster在创建的时候 出现了一些 资源竞争的一些问题 再往下的话是 我们 对我KanoJob进行了增强 你通过简单的一个 我KanoJob 可以把 可以做一些 PayTouch的一些训练 另外的话 还有一些 我们社区的贡献者 这个贡献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像这个 B站的Contributor 他们贡献了一个 关于这个训练的时候 它的一个冷静期的一个 冷静期保护的一个插件 就是说 他们的生态环境里面 经常会出现 大家都往一个 Infor的一个class 里面去提交一些训练的任务 有的用户 他会发现说 我这个训练的任务 刚刚提交就会被抢占 又提交又被抢占 所以他 这用户就会有很多的抱怨 所以增加了这么一个插件 就是说 我的任务 在启动之内的 比如说用户可以配置 两分钟或五分钟之内 是一个 例如一个冷静期 在这个冷静期内 我的作业是不允许 比其他用户抢占的 这么一个特性 为了增加它这个 整个这个 一个用户的一些体验 另外的话 还有像这个 喜马拉雅的 那个贡献者 提交了一个 关于Node Group 关于Node Group的一个 Plugin 这个Plugin的话 它是希望在一个 集群内部 它有来自不同公司 提供的一些 异购算力 而且对于这个GPU的卡 它也有不同的类型 所以它希望是说 用户提交任务的时候 可以去对于集群的资源池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划分 每个部门 它可能使用的GPU卡 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 对于我的 比较重要的部门 它可能使用的GPU卡 是更先进的 对于一些 其他的一些部门 比如说算法 开发工程师的团队 它可能使用的GPU卡 是共享的 或者是 比如说T4 这种稍微上一代的 这些GPU卡 还有一个 其实我们和上游计算框架 在进行中的是 关于Flink社区里面 如何去支持一些 Batch的一些调度能力 那Flink 其实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应该是在前年的时候 我们在Spark社区支持了一个 Batch Scheduler 那在Flink社区的话 我们是去年的时候 我们也是提交了一个Proposal 去希望说在Flink里面 去支持一些 Customer的一些Batch Scheduler 当然不止我Kanel 其他的我们也是从框架层面 也想让Flink可以兼容 其他的一些Batch Scheduler 这里面也包含了一些 通用的一些 比如说基于作业级别的一些 调度能力 资源的一些共享机制 以及这个 Job的一些优先级 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性 这个目前的话 我们其实在这个 已经提交了一些PR 再往下的这个特性 是目前还没有开源的 但是我们其实在 我们自己的时间里面 觉得还是比较 非常有帮助的 就是我们在传统的 其实在调度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其实 调度器它的 其实值得非常简单 它就是为一个Pode 选择一个Node 那我们更多的 以前我们更多的考虑 是说这个Node上面 它的资源只要足够 只要符合基本的一些要求 我们就会把这个Pode 放置到这个Node上面 但是我们会发现 其实资源 只是资源购置部门 是很多商品还是不行的 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在使用的ECS 就是那种虚拟机 虚拟上面它经常会有一些 我们给它创建了一些 弹性网卡 因为弹性网卡数量比较少 可能云场上都会提供一些 辅助的弹性网卡 比如说SubEni 或者是节点上面 会有一些Local Volume 那如果调度的时候 不考虑这些因素 我们经常会出现说 这个Pode到了Node上面之后 它真正去启动的时候 发现它的Local Volume 这个没有容量了 或者说是弹性网卡没有了 就会导致最终其实 虽然调度成功了 但是事实上你没办法运行起来 所以我们增加了两个简单的一些 调度算法的一些插件 我们在尽可能的 在调度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Local Volume 以及比如说弹性网卡 这样的一些资源 能够考虑进去 作为一个决策的因素 这么一个需求 如果是社区用户 如果有这样的一些需求的话 我们是后期可以把这么一个 这两个插件也可以开放出来 再往下的一个特性 是我们其实应该是 在过去很长的时间 一直在开发的一个特性 就是关于在线和离线混步 刚才我也简单介绍了一个背景 就是说我们其实现在 很多的一些 A和大数据的用户 他们的公司都在进行一些 降本增效的事情 所以他们要把微服务 尤其是像这个 实验不是那么敏感的 那些微服务 他要和大数据进行一些混步 因为我们发现 其实之前看到一个统计数据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就是说有一个 这个IDC的统计 就是说在全球的这个数据中心 整个资源的使用效率 资源的使用率 不超过20% 大部分公司可能 15%到20% 这个使用效率是非常低的 但是同时用户又反馈说 其实他们的资源 一直处于紧缺的状态 那我们分析 其实有几个 比较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说第一个因素 就是说很多用户 他在云原生的过程中 他的应用是从VM签到这个容器 他对于request 添多少值他不知道 所以他都会添的比较大 就是过量的申请资源 第二个比较大的特点 就是说比如说一些广告 或者是一些电商 以及这种业务 他有明显的这种潮汐特征 他在比如说早上八九点的时候 或者晚上下班之后 他处于一个用户的高峰 他的资源使用量是非常高的 但是呢 比如说过了这些时间点 比如说晚上 他的使用率非常低 所以他每天一平均 他的使用率是非常低的 那我们其实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希望说 调度器能够发挥一些作用 能够把一些闲置的资源 能够进一些超分和超售 超卖 然后让这些 比如说离线的一些大数据的任务 或者是一些flink的一些任务 能够把这些闲置的资源利用起来 提升整个这个资源的使用效率 但是呢 这里面要解决的两个核心的问题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 我这资源使用效率上来之前呢 我有一个要保证这在线业务 它的一个QS 比如说我广告业务 我的这个QPS啊 我的TPS啊 不能受到影响 因为它是直接跟我们公司的 直接跟公司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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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业务是挂钩的 在这个前提下面呢 我们考虑说把这些 IDO的资源能够做一些 二次的一些分配 在这里面呢 我们提供的能力主要是 绿色和黄色的这些部分 那么在 在调度测的话 其实我们就会对 对于这些不同 比如说在线业务或离线业务 或者是这种近线的业务 进行一些区分 定义不同的优先级 对吧 因为定一些优先级 然后让调度器 在做分配的时候 去做一些 SLA的一个 SRO的一个区分 同时呢 在超卖资源去分配的时候 我也会做一些区分 比如说我会把这些 超卖的资源去分配给 更多的分配给这种 离线的一些计算的任务 因为超卖资源 可能随时有可能会被回收 它属于这种不稳定的资源 另外的话 就是这里面 也增加了一些 QS的一些感知 一些调度能力 那么在节点上面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些 比较关键 比如说在节点上面 我们增加了一个 5K的一个agent 那这个agent呢 它会把 不同作业的优先级 通过cgroup 或者通过我们内核 提供的能力 去通知到 去通知到内核 在内核层面 去进行一些 资源的一些隔离 隔离能力的一些提升 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 在节点上面会做一些资源的一些 超卖 那这个超卖资源 需要去做统计 那我们需要去做采样 采样了之后 需要进行一些 加工 最终把这个超卖资源 上报到这个 上报到这个 APS server 供调度器 去做一个 做决策 那在OS层面的话 我们提供了一些 OS一些隔离能力 这里面的话 我们一会儿会介绍 就是说 会从几个方面吧 这里面的话 我们主要从四个 比较大的一方面来介绍 首先呢 就是说 我们对于任务 要定义它的优先级 那这个优先级呢 就是要结合自己的 业务情况 那这里面 我们定义了几个 分了几个优先级 比如说是production middle 然后default batch 以及free 但是production的话 这种业务优先级 它是最高优先级的 比如说是高实验敏感的 需要优先保障的 那么在有资源竞争的时候 我们要去做一些取舍 保证这部分业务 它对于资源 有优先的获得权 那对于这种middle的 是类似于 可以映射到我们公司内部的 映射到公司内部的一些 比如说是 实验不那么敏感的 但是呢 它有 就是类似于那种 进线的一些业务 default就是一些普通的业务 然后batch就是一些 一些离线的一些业务 然后呢 free的话是优先级最低的 那可能在资源竞争的时候 优先去舍弃这部分的业务 比如说 甚至会驱逐它 那这些 这是对于调度器来讲 它的priority 那其实我们还会映射到一些Qs 对于节点上面资源管理的时候 会有一些Qs的一些控制 第二块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超卖的一些模型 就是我怎么样去 定义我的这个超卖资源呢 我们这个里面是 这个是一个示意图 是实际上比这个要复杂一些 比如说 我会把request的值 减去use的值 就是中间是申请但没使用的 然后呢这是这个node的一个资源试图 那对于调度器的资源试图 它会把这个乘以一个 乘以一个百分之X 这可能是我们认为 它是一个超分比 因为我们会留一些buffer 这个防止一个 防止这个 在线业务的一个影响 对于这种 unstable这种 oversold这种资源 进行一些超分 那再往下呢 是关于 OS隔离 OS隔离的话 我们这里面 这没有展开 就是比如说 传统的OS里面 其实大家 CPU分配的时候 是这种 是CFS 它是按照那种公平分配的 那我们在 对OS内核进行的优化 对于不同的 定义不同的优先级 然后在时间片分配的上面 有一些差异化 最后呢 我们简单介绍几个案例 那第一个案例的话 是这个 华为的 华为的中断云 就是我们华为的手机 像手机业务 那是它的一个用户量 是比较大的 就是在全球 大概有6.7亿的用户 然后180万开发者 在全球 有200多个国家 都有它的一个业务 它的应用 其实非常的广泛 它的业务 特征的话 就是它的POD量比较大 那在过去一年 它的整个容器化改造的 上这个 容器化改造之后呢 它大概有10万个 以上的一个POD 是这个 通过5Kino 去做一些调度 然后另外的话 它的资源规模的话 大概有46万核以上 在进行一些 在通过这个KBIS 去进行一些 资源的一些分配 那在这里面的话 它比较大的挑战 就是说 它所有的应用 它是 对于这种突发的流量 以及它的实验 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比如说在30秒 要 弹性和调度出 1000个 1000个容器 以及这个虚拟机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 整个中间的这一层 5Kino给它提供了 一系列的一些能力 帮助中断云 然后整个 把它的业务 进行一些 容器化改造 然后它的收益的话 整体它的分配率 以及它的使用率 得到一个 很好的一个改善 那第二个 第二个这个用力的话 是 华为云的ModeArts 就是华为云的AI平台 它整个AI平台的话 其实是 承载了整个 华为云的一个 盘古大模型的一个 业务 所以它的整个 是一个万亿 万亿参数的一个大模型 在这个平台上面运行 然后它的 单个模型 其实是会包含这个 这个上千个 这个 上千张 这个 这个 GPU 以及NPU的一些卡 然后它需要 最佳的一些 拖步调度策略 在这里面呢 我Kino给它也是提供了一些 尤其是针对于NPU的调度 提供了一些 很多增强能力 整个的话 它的分配率 以及它训练的一些 时效 以及它的一个 资源的使用效率 都得到了 很好的改善 第三个案例的话 这个是我们其实 在上次的 上次的这个 CubeCon里面 也进行了一些分享 这个是 这个是这个 荷兰的一个 ING这个集团 它在全球 有40多个国家 都有它的业务 然后它是 这是一个 大数据的用户 它从Hadoop Air里面 迁移到KBS的时候 遇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 因为它有这种 常驻服务 有这种 批处理服务 所以它要进行 统一的这个 资源平台的 规一 构建它的 下一代的 这个数据分析平台 也是基于KBS 加上5Kindle 解决它的一个问题 最后呢 这个关于社区 社区这块 我们其实现在 在国内的用户 其实是非常多的 然后我们在今年 也提供了一个 社区供建计划 我们首批 已经有11家 11家用户 社区的用户 参与到我们 这个社区供建计划 一起来推进 这个整个开源项目到它们生产环境 整个落地的一个节奏 最后的这个 这个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的话 其实主要是以这个 AGI大模型 AIGC为主要方向 同时会有一些这个 整个这个混播呀 以及这个资源利用率提升的一些方向 这个的话我们今天就 时间有限就不展开 然后最后的话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一些 社区的一些这个活动 我们的slack 以及我们的github 这就是我今天主要的一些内容 然后 今天应该是没有时间 这个Q&A了吧 可以问两个问题 是吧 可以 我们还有点时间 现场大家有问题的 可以提问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就是那个 我看到在那个 vGPU的那个场景的应用 就是我刚才看到 那个流程图的话 是调度器在这一层 就帮这个任务 选了那个GPU的卡的序号吗 就是它放到那个 对 调度器在调度器 这已经选好了node 选好了node上面第几张卡 然后它放到那个 pode的annotion里了 是吧 对 我就是如果原生的话 应该是CubeLite 就是它调度到节点之后 CubeLite会帮助它选GPU的卡 卡的序号 就是如果是调度器层 调度器层这已经选好的话 它怎么保证 调度器和CubeLite 选的卡的一致性呢 这个的话 我们会做一个协同 对 它是有些配合的 可以展开说说 展开说的话 我们其实 怎么讲呢 就是我们做了一些 这个特殊的一些控制 比如说CubeLite 它在去做分配的时候 它要去取那个annotation 取那个annotation 然后去做分配的时候 所以是改了CubeLite的代码 是吧 对对对 我们第一版是改了 那个CubeLite的代码 好 没事 就这一个问题 谢谢 另外刚才 那位同学 也可以 可以 他提的要早一些 您好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刚刚看到一个案例 就是说 那个有一个企业用户 他从那个Yan 然后迁移到这个Vocano 然后是想了解一下 就这两者的区别是什么 比方说在这个Vocano里面 也有这个 类似于这个Fair Scheduling 类似于跟那个Yan的 这个调度策略 类似的一些策略 那就这两者的区别 包括我们将来如果说 往Vocano这个方向去演进的话 是不是可以做到一个all-in-one 就是不管是在线的离线的 所有的业务 我都可以用Vocano全部搞定 然后包括 就是包括刚刚就是 您那个材料里面提到的那个 可能还需要自己去定义这个优先级 那如果从产品化的这个思路来说 我怎么样把这些因素 暴露给业务呢 如果暴露给业务 业务可能说我的约级都是最高的 就这一块 就不知道有没有一些 比较好的实践 就关于刚刚那个 就我提到这个问题 好 谢谢 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是 其实很多能力 本身R里面也有 但是其实对于他们来讲 其实他们就是要构建 下一代的大数据分析平台 它现在目前的业务的话 它一部分业务是用的是CR 有一部分业务用的是K8S 就是他们的运维成本非常高 现在要维护两套技术战 对于它的团队来讲 它就需要两套人 同时维护两个技术战 然后呢 整个这个稳定性 以及这个支撑的力度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第二的话就是整个 现在K8S整个 对于这种 这个敏捷的交付啊 各方面啊 这个其实比较流行的 其实大家都在往上面迁移 所以他们希望说 就是你说的 All-in-one的这么一个概念 能够支持所有的业务 刚好我们其实在这块 已经能够 目前在技术上已经具备了 能够把所有的这业务迁过来 除了一些非常特别的业务 比如说Hive Hive它是可能因为历史原因 它是不太好迁到这个K8S的 其他的一些基本上都可以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关于优先级的概念 优先级的话 其实对你如果说 不用混步系统的话 它是不需要这些 优先级的这些概念的 但是呢 比如说你要去进行一些 降本增效 进行业务混步的时候 它的这个API 一定是要去切换到新的API的 否则的话 我一个节点里面 容纳了更多密度 更高密度的一些容器 资源竞争的时候 那我要去做一些取舍 没有优先级的话 那我去舍弃哪些呢 其实不知道 关键的业务可能会 因此受到影响 那我们今天的那个 这个一题就分享到这里 如果还有那个什么问题 到我们可以线下交流 我们今天在一楼也有展台 开源社区的一个 5K诺一个展台 大家可以去过去参观参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